马上再换联防 今天这是防守端的变化 从第一分钟开始 就要做好准备 林亭谦外线的三分怎么样 中了 好球 去年的碳花秀 林亭谦 场贡献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哈斯虽然说不算优秀 但已经可以说得上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外援了 好球 林亭谦这边 林亭谦还是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 一罚命中 是没有能够出场 时间 六分的分差 看田徑队能否去追回这六分的分差 第三节的比赛 波尔香指导这边肯定是要派双万元来进行的 双万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好球 绝对的好的投手 看似人人的三分球都不错 但实际上都不是出列拔萃的绝对投手 林亭谦这边还是突内线 而且这球也是造成了防守犯规 有很大的伤势的隐患 林亭谦这球也是利用速度突破之后 分球过来 嗯 好球 林亭谦这球是利用自己的节奏 抛头打成两分 田徑队内线再换一名球 反跑之后的传切 非常到位 莫尔这边现在十四分六助攻 而会否去压制住对手 林亭谦利用掩护之后 现在小打大 漂亮 这一次后撤步的中距离 第二次个人得分 但是也是非常的关键 假设在上来之后先得两分 好球 林亭谦这边马上还了两分 之后现在球权回到天津这边 天津底角又是有空位 三分再中 好球 今天正准啊 真的是广州的这边大功臣 看看天津这边 还一个三分球也中何思雨